比赛非常激烈 但比比赛更激烈的 是网上骂我们节目的声音 我还给同事提意见 我说要是大家都这么骂 要不然咱们就直接把 宣传文案里的看都换成骂 这多吸引人啊 周二周三晚八点准时来骂 会员抢先一周骂哦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说做个喜剧 怎么能把人气成这样呢 我想喜剧这么厉害 你说诸葛亮当年 气周瑜要那么费劲吗 直接给周瑜看投球大会啊 什么宫星战 水战 火战 十万大军都不用 五十六个人 车轮战 周瑜那爆脾气 都活不到车轮战结束 最后四位领先还商量 我们决定复活周瑜 我妈都给我打电话 她说李旦干的啥事啊 那张大伟也是的 我说妈人叫大张伟 还有那个私信说 你们那个领航员 我说那叫领校员 我说这都是什么呀 领航员张大伟 咱看的是一个节目吗 我妈就是在网上 看见有人骂节目 心疼儿子 说看看咋回事啊 看着看着上头了 就跟着一起骂了 我爸都多少年没骂 妈气成这样了 不得不说还是李旦会惹女人生气 而且我妈喜欢的演员可多了 动不动看完一起说 哎呀这个怎么淘汰了 哎呀那个怎么淘汰了 我说妈这是比赛啊 比赛就会有淘汰啊 给她说生气了 哎呀你怎么还不淘汰呢 还有一些热心观众 帮演员伸张正义 在网上说 兔游大会明年别办了 我可谢谢您了 这都不是伸张正义 这是要斩草除根 而且我对网上批评我们的态度 就是得让人说对吧 我们不能总吐槽别人 还得让人吐槽嘛 而且娱乐圈能让吐槽 而且没什么抵抗力的 也就只有脱口秀了 对吧 关键是我们自己也不老实 人家是不惹事也不怕事 我们是爱惹事也怕事 惹完事人家一反击 我们再去惹下一个事 对我们来说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说 从我去没啥粉丝 全是观众的吧 观众说还是多关注 关注一人生活吧 远离一人作品 太危险了 虽然说我们没有粉丝 但是我们有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 含六克原生高蛋白 超绿黑科技 六克原生高蛋白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脱口大会 节目的评分还高一点 我从一眼经常看那些剧 我就发现那个剧里面 偶像弹幕控屏 那些粉赛得找角度想词 帮偷口秀演员 发弹幕控屏 多容易啊 你只要哈哈哈哈 就这样都不愿意 经常满屏的 不好笑不好笑 我就搞不懂了 那微信里面 天天哈哈哈哈 怎么一看个偷口秀 就不愿意哈哈了呢 那微信里 一个个可愿意哈哈了 我就问朋友 我说明天吃饭 那地儿定了吗 都哈哈哈哈 还没 我说你有笑的功夫 是不是都定了呀 还有朋友说 懂了我去节目 跟你刷弹幕 跟你刷哈哈哈哈 不好笑 还有人说 胡来你们以前好笑了 我承认对吧 的确没以前好笑 但是不是 我们也没以前爱笑了呀 大家都不容易 前段时间 我有一个四五年 都没联系的前同事 让我帮他找工作 他不知道我做这个 我就给他发了一个 我说特别说的视频 我大概意思就是 我在干这个呢 不在互联网了 他看完理解错了 他说我也不知道 你这么不容易啊 在他的世界上 就相当于是 他找我借钱 然后我给他发了一个 我在要饭的视频 我转学的原因 也很简单 就是我小的时候 有特别严重的 注意力缺陷 我爸我妈那会觉得 只要能够 把我转到好的学校 就能够自动治愈我 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没有想到 越是好的学校 我越是跟不上 我在好的学校 跟好的同学 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 课间 我看的是机器猫 我那个同桌 二年级的一个女生 看的是傲慢与偏见 我们那个班长 看的是资质通鉴 我想的是机器猫的 口袋里都有啥 我同桌想的是 欧洲贵族的爱情与挣扎 我们那个班长 一拍大腿 就该这样 建设我的国家 我二年级 我才交到 我人生第一个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书香 他和我一样不合群 但是他不合群 是因为他太热爱学习了 他热爱学习热爱到 要不是我也被其他孩子排挤 我都得排挤他呀 小偷歹太能学了 每天中午 一定要改完数学作业 再去食堂吃饭 我闻着那扎鸡腿 飘来的香气 一问的永远就是三个字 我有错 我有错 那会儿都给我逼成哲学家了 我说这个世界上 谁没有错啊 但也正是这句话 书香第一次 跟我有了心有灵犀的感觉 他很惊讶 他说怎么 你也读黑格啊 以为你只看机器猫呢 我最后一次转学 是在三年级的时候 那一年我爸我妈突然就克服了 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 有可能人就是这样 就你对谁只要足够的绝望啊 你对他就做到了真正的包容 那个夏天的夜晚 我爸把眼一掐 说出话我至今记忆犹先 我爸说 不如就给默南一个快乐的童年吧 我妈也接察说 是就默南这个智力水平 还有学习状态 现在不快乐 以后怕是也很难再快乐起来了 我们再转学 我们心态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我们一心只想找到最快乐的小学 神奇的是 我们真的找到了 那是一次阴差阳错的仿校经历 就那个校长拍着胸脖 跟我爸妈保证 说我们学校就是最严的小学 每天有督导老师 看着孩子写作业 不写完 不会放回到家去 听得我们是眉头紧锁 心情沉重 想着又是白跑一趟 谁能想 正是这种反应 被那个校长理解成了一种质疑 校长急了 说怎么 不信啊 我们可不像旁边 那个北下关小学 但凡不是对自己的孩子绝望了 谁能送到那儿去啊 说来也巧 找着了 我爸我妈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 我妈握着校长的手 说这句话 我觉得那个校长 他从入职以来 第一次听到 我妈说 感谢您的推荐 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们打车就去 就等不到第二天了 我们就想看看 他们到底是怎么上课的 到那儿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已经放学了 哪儿还有人啊 门口开门的大爷都说 咱们又把书包忘拿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站在空荡荡的校园 我说妈妈 就是这里 到家了 我一生的挚友啊 我的soulmate 我的灵魂伴侣 全是在被结识的 就是那种 突然有人懂你的感觉 就能知己 然后我上过不是走神吗 我问我同桌 我说今天早上 有一道应用问题 我没有听清 你能不能给我再讲一次 我同桌大惊失色 说啊 咱们今天有输学课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